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小学的时候已经学过了用短除法去求两个数的最大的公约数 在这个呢当两个数的质因数较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辗转相除除法 也叫做欧基里德算法 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就是转转相除相除法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我国古代的九张算术当中提到的更香减损数 所以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围绕我们所说的求最大公约数 以及勤酒熟的多项式的求算计算方法 求值方法以及净位置这三个问题来展开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转转相除法 它事实上就是呢把要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用这个最较大的这一个数啊去除以较小的这个数 如果能够被除断 也就是说得到的商数是一个整数 而且没有余数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较小的那个数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说所得到的余数不是等于零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用较小的这个数 除以这个余数 然后呢再看是否能够被整除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还有一个循环的步骤在里面 我们下面呢首先看一看它的步骤 一是辗转相除法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 用较大的数 M除以较小的数 N得到一个商数 Q0和余数 R20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了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我们就要进行判断 如果R20等于0的话 若R20等于0 则N为M和N的最大公约数 若R20不等于0 则继续 我们说用除数 N去除以 余数 R20 得到一个商 是Q1和一个余数 R1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继续判断 R1是否为0的问题 若R1等于0 则R0为N和N的最大公约数 若R20不等于0 则用 则用哪个数呢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是用这个除数N 那么这块我们就用上一步的这个除数 上一步的这个除数是谁呀 是R0 我们则用R20 去除这个R1 用它除以 R1 得到 一个商Q2和一个余数 R2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一直的进行下去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前面我们说算法的时候呢 算法的步骤是有限的 而事实上对于两个整数 这样进行下去 一定是有限步的时候 一定可以得到 要么是某一个余数为0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余数为0的情况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依次计算 直到 RN呢 它是等于0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 此时 RN-1 即是 MN的最大公约数 这就得到了我们的辗转 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辗转相处法 它是用于求两个正整数的 最大公约数的这样一种方法 而我们说求最大公约数呢 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更相减损数 这是我国古代的数学专注 是在九张算术当中提出来的 它是怎么说的呢 可办者 不可办者 复制分母 子之数 以少减多 更相减损 求其等也 以等数约之 那么翻译出来 它是怎样的几步呢 第一步就是 任意给出两个正数 判断 他们是否都是偶数 如果是的 用RR去约掉他们 以二为约数 进行约解 若不是 执行第二步 这是更相减损数的第一步 第二步 以较大的数 减去较小的数 接着把较小的数 与所得的差 做比较 并以大数 减小数 继续这个操作 直到所得的数相等为止 那么这个等数 就是我们所求的的最大公约数 这两种方法的 都是用于求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 我们同学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对于任意所取的两个正整数 两种方法求得的最大公约数 是相同的 待会儿呢 我们可以用例子来进行说明 而第二个问题 是我们要讲到的 这个 琴九勺 所提出的 数数 数数九章中提出的 这个 多项式的求值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对于任意的 我们对于任意的一个多项式 fx 当然它指的是 这个 一元的 一元 n次的多项式 fx等于 an倍的 xn次方 加上 an减1倍的 xn减1次方 一直加到 a1x1的 一次方 加上a0 这个式子 如果我们任意 代入一个x等于 某一个值进去的话 单纯用这个式子来算 我们来看看 要做多少次计算呢 首先 在这里 x的n次方 就要做 n次 乘法运算 这是n减1次 乘法运算 一共要做的乘法运算 还要乘一个an 所以我们也看看 它要做的乘法运算 就是 n加1 这里有x个n相乘 然后n个x相乘 再乘以an 所以它是 n加一次乘法 这里呢 是n次乘法 所以是n加1 加上n 一直加到1 我们来看 这里有一次乘法 那么于是 我们来算一算 乘法 它一共有1 加上n加1 再乘以一个 n加1 出1 这么多次乘法运算 而加法呢 我们又从a0 一直加到an 又有n次加法 那么这个 一共的计算 运算的次数 就应该是 这么多 我们来算一算 就是n加2 乘以n加1 就是二分之 n的平方 加上3n 加2 再加一个n 就是加上4n 而如果用我们 请求少的 这个多项式的算法 来算的话 它的算 计算的次数 就大大减少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原理呢 它把这个式子 改写成这种形式 首先 我们把这个常数 放在外 就可以把它这里 全面的 这个n次 n向当中 提取一个x出来 就得到的是 an倍的xn-1 加上an-1 倍xn-2 一直加到a1 扩起来 x 加上a0 那么这个式子呢 如果把括号里面 当成一个整体的话 它事实上 相当于是x的 一次式 好 接着我们再把 这个常数 放在外 把前面的n-1 项也放在一起 提取一个x出来 最后我们这个式子呢 可以化解成这样的 an倍x 加上an-1 这么多倍的x 一直加下去 再加上一个 an-2 倍的x 这个加 x 这是an-1 再加an-2 然后我们继续下去 这是x倍的 再最后 加一个a1倍的x 加a0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变成这种形式之后 我们进行了多少次运算呢 在每一个小括号里面 它这里计算了 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两次运算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是说 有多少个叙数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 多少次一次加法 一次这个乘法运算 在这里呢 anx加上an-1 an-1 这部分是两次运算 乘一个an 乘一个x 又是一次运算 再加一个an-2 就是两次运算了 所以最终我们把这么多次运算 把它变成了 2n次运算 也就是n次乘法运算 和n次加法运算 因此 如果在计算机执行 这个算法的过程当中 它大大的减少了 我们计算的时间 这是我们所说的 勤九勺的多项式算法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讲到的 净位置的算法问题 所谓净位置 我们生活当中 习惯的是用的是十进制 而在电脑程序当中 常常用到的是二进制 还有十六进制 八进制等等 那么我们选择多少 来作为进制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 它与十进制间 实际上是是可以 互相转换的 这个满几进一 就是我们的几进制的思想 他就说啊 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数 写成以k一般的 我们说 若k是一个大于1的整数 那么以k为基数 的k进制 可以表示成 一串 数字 连写在一起 的形式 比方说我们可以写成 in in-1 in-2 i0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在下面 是以k为基数的进制 我们在下面用一个小括号 可以扩在它的右下角 这个呢 我们同学们学习了 这个k进制之后 能够将任意的进制之间 进行转换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的转换的思想是 先转换成实进制 再转换成另外一种 进制的方法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几个例题 来巩固 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 这三种 求公约数的方法 求多项式的求值 以值进制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例一 这道题呢 是要求我们同学们 巩固一下我们的 进费制的问题 下列克数中最小的 一个数是谁 首先呢 这个 第一个数 是一个九进制的数 第二个数呢 是一个六进制的数 第三个数 是一个四进制的数 第四个数 是一个二进制的数 所以呢 首先它的进位是不同的 我们没有帮它比较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 转换成同一个进位制 比方说 这个八十五九 它是一个九进制的数 它相当于是在这里 进了八个九 进到了这个第二位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八乘以九 加上五 这个得到的就是 十进制的数了 再看 第二个数是二百一十 它是一个六进制的数 那么这里呢 二就是往前面进了 二乘以六的平方 加上一乘以六 所以它就是等于78 就是第二个数字 这是十进制的时候 它是78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字 是一零一零零零 是一个四进制的数 这个一处在了第四位上 所以它应该是等于 一乘以四的三次方 那么应该等于六十四 十进制的 最后 一一一 一 六个一 二进制的六个一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数 应该是多大呢 应该是一乘以二的五次方 加上一乘以二的四次方 加上一乘以二的三次方 加上一乘以二的平方 加上一一乘以二 再加一 那么这个数字到底多大 我们算一算 这是三十二十六 然后这是八四二一 所以最后答案等于六十三 从这样我们把它全部都 转合成十进制之后 很容易看出 这个是第二个数是最大的 最小的一个数呢 就是六十三六十四 所以是选第一 像这样的题目呢 一般的情况下 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进制之间的转换 它是几进制的转换 我们来理解一下 它是怎样来进行处理的呢 比方说 这个是六个一 这个一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这个位上出现了一个二 往这里进了一个一 而这里二又是在这里 因为出现了两个二 所以才往这里进了二 那这里的两个二 就相当于四 就是因为这里出现了四个二 所以往这里进了四 所以我们说 这一个一相当于是二的五次方 就是我们说 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全部转换成十进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题 它考察到的是 就是勤九勺的多项式的问题 用勤九勺算法计算多项式 fx等于三的三倍x六次方 加四倍x五次方 加五倍x四次方 加六倍x三次方 加七倍x平方 加八x加一 当x等于0.4的时候 这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需要做乘法和加法的次数 共有多少次 这个如果同学们刚才对我刚才分析题 分析了勤九勺算法的那个结论记得的话 这道题可以直接填答案 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式子来变一下形吧 比方说这个fx它可以写成 这是三倍的x的五次方 加上一个四倍的x的四次方 加上五x的三次方 加上六x的平方 加七x 再加一个八倍的x 我们可以这样提一个x出来 加上一 这是第一步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括号里面 再次提一个x出来 继续得到的是 三的x的四次方 加上四x的三次方 加上五x的平方 加六x 加七倍的x 再加八倍的x 加一 接下来再把这里面继续变 我们就可以得到就是得到的是 三的x加四倍的x 加上五x 加上六x 加上七x 再加上八x 加一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式子吧 首先里面最小的这个括号 有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然后在这里再做一次乘法 乘法是两次 加法是一次 再加五的话 就是乘法两次 加法两次 到这里就是乘法和加法各三次 到这里就是乘法和加法各四次 到这里和乘法加法各五次 到这里乘法和加法各六次 那么在这里乘法和加法的次数 共是十二次 事实上呢 对于这样的式子 只要六五四三二一零 这样的次数一次是递减的话 中间没有缺少任何像的时候 我们说他所做的乘法和加法的次数都是 n次 这是 这一个计算方法 而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 假如说我们没有进行成群九勺的这种算法计算的话 我们要做的计算的步骤有多少次 首先x的六次方就进行了六次乘法 然后再乘一个三就是七次乘法 我们首先来算乘法吧 第一项有七次乘法 第二项有六次乘法 六加七加六加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 这个算法次数就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十二次计算 这是第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三 利用辗转相处法 求3869和6497的最大的公约数和最小的公倍数 那么这个最大的公倍数 最大的公约数 我们来看可以用辗转相处法来求 于是就可以得到十 如果用辗转相处法的话就得到了 首先用较大的数来除以较小的数 我们看六四九七 它可以写成是一倍的3869 乘以一加上2628 这是第一步了 我们发现这个余数不是等于零的 那么接下来就看3869 它又是等于2628乘以一 加上一个1241的 这是第二步 再用这个地方余数仍然不等于零 所以接下来用2628 它是等于1241乘以二 加上146 146仍然不等于零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做 就要1241是等于146乘以8 加上73 还是不是等于零 接下来继续处理146 它是等于73乘以2 加零 那么这样一看 我们发现了 到这个地方 这个余数是等于零的 余数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公约数 就是73 所以啊 就得到3869 与6 4 9 7的最大公约数 为73 那有的同学就说了 这里不是要我们求最小公倍数吗 既然最大的公约数我们求出来了 那最小的公倍数就可以直接这样来求 所以马上也得到最小公倍数 为3869乘以6497除以73 答案得到是344 341 那这里虽然这道题我们做完了 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个 辗转相处法和减损 更相减损数 它们求最大公约数 把它当成是我们这个算法 数学的算法里面非常典型的这个算法 同学们能否将这些算法 这个算法的框图 以及它的自然语言所表示的这个算法 给表示出来呢 刚才呢我们在课上课开始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辗转相处法和 更相减损数的这个自然语言描述的步骤 都已经写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给出这个辗转相处法 它的这个框图表示 同学们来看一看 那么如果要用框图来表现 这一个辗转相处法的话 首先我们仍然是开始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输入两个数 A和B 其中A是大于B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这个转转相处法 应该是循环进行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写好这个循环体 求 A除以B的余数 R 这个再处理 那么到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接下来可以这样来处理 如果说A是等于B 我们在这里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这个A除以B的余数R 要判断它是否等于0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 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 我们再让这个B作为倍除数 用R作为这个除数 于是呢 这样进行下去 这就是在循环了 一直处理到什么时候呢 当R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来判断一下 R如果等于0 我们就输出 R如果等于0 我们就输出我们这个B的值 叫小的这个值 如果R不等于0 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要进行这个循环的这个步骤 这是4 大家看 这一部分呢 就是在进行这个循环了 这个循环是属于当性循环 还是直到性循环呢 我们来看一看 是 我们在这里R等于0的时候 就结束了这个循环 那就说直到R等于0 所以我们这里是直到性的这个循环体了 循环过程 最后我们输出B之后 就结束了这样一个程序框图 接下来呢 我们跟同学们一起来把这个框图转换成 用程序语言来进行表示 那么这个当行的呢 同学们下去之后 根据我在这里写的直到性的这个框图 把它写一写 我们在这里不过多重复 把这个框图 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程序语句 就要首先输入 A和B 然后呢 就来 R是等于 M除以 N的余数 然后呢 让这个M来取这个余数 也就是说 用N来做 被除数 用余数R来做除数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 我们的R是等于0的 这样我们就结束 大家看 这个用程序语句所表示的这个辗转相处法 比框图简洁的多 而框图呢 又比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 人为的去做这个事情要简单的多 那么在这里同学们可以发现 如果用电脑来处理 我们的编写的这个程序 去处理这样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的话 可以很快的找出它的公约数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我们复杂的人类思想 转换成电脑处理 它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可以起到非常简洁 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好处 这是第3 更相减损数呢 是我国古代数学当中 非常著名的 也是非常有用的 一种计算方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刚才所给出的 更相减损数的这几个步骤 首先写出它的框图 然后呢 再去根据这个框图写出它的程序语句 同学们下去之后呢 可以绑照我们的 留个同学们的这个学案 教案上面的这个过程呢 自己去写一写 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去重复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第4 用勤九勺算法 求多项式fx等 1加x加0.5x平方 加0.16667x三次方 加0.4167x四次方 加上0.00833x的五次方 当x等于负0.20的值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根据刚才的方法呢 把它改写一下 这个fx可以写成是 0.00833x加上0.833 0.041673x再加上0.1667x 再加上0.5倍的x加1x加1 这里我们就把这个运算的 变成了只含有十次运算了 十次运算 利用计算器 我们把这个地方 把它改写成 这个v0啊 它是等于0.00833 v1我们可以计算的 带进去算一算 v1就是指这一部分的 那就是把负0.2带进去之后 得到的是 0.00833x-0.2 再加上0.04167 答案是0.04 那么v2我们取的是这一部分了 它就是0.04x-0.2 然后再加上一个0.16667 算的是0.15867 同学们跟我一起算 好 这是v2 v3就到这一步来了 所以v3呢 它就是等于v2再乘以一个0. 负0.2 0.15867乘以负的0.2 再加上一个0.5 所以答案是0.46827 再来算v4 v4就到这一步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 0.46827乘以负0.2 加上1 最后我们带进去 得到的是0.90635 就是就要v5 到0.90635乘以负0.2 再加1 答案是0.081873 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这道题 它的系数非常复杂 系数非常复杂 而如果我们再去把负0.2去进行 这个5次方 4次方 3次方去计算的话 是相当复杂的这个计算过程 而如果采用这个勤求勺的算法 我们用笔算 是可以很快把它算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例四 大家可以从这些问题当中 看出我们的这个算法 它的好处 下面呢 再看一看 例五 8201211 它是以三维基数的三进制数 划为八进制的数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要将一个数呢 在两个进制之间进行转换的话 我们应该首先把它转换成十进制的数 那么我们首先呢 先将 这个210 1211 转换为 十进制的数 是等于2乘以 这是123456 那么这里就应该是乘以3的6次方 加上1乘以3的5次方 加上0乘以3的4次方 加上1乘以3的3次方 再加上2乘以3的平方 加上1乘以2 1乘以3 再加上1 我们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就得到的是1750 这是十进制数 那么接下来 要把十进制数 再转换成八进制数的话 我们该怎么转换呢 大家想一想看 首先 我们把它除以8 做短除法 1750 十进制 它可以写成 8乘以216 加上一个6 而200 这是218 写错了 218呢 又可以写成 8乘以27 加2 而27 又可以写成 8乘以3 加上一个3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 就有1750 它就是等于8乘以212 218 加上6 等于8倍的 8乘以27 再加上一个2 再加6 而这个式子又是等于8倍的 8乘以 这个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成 8乘以3乘以一个 3乘以8 再加3 再加2 再加6 大家看一看 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之后 得到的是什么呢 把这个3 就得到了3乘以8的 三次方 然后这个又得到的是 3倍的 3乘以 加上3乘以8的平方 还有这个就是加上 2乘以8 加上6 于是 大家观察这个式子 就可以写成8进制的数 那就变成了是 3 3 2 6 8进制的 大家注意 我们把一个10进制的数 如何写成8进制的数 假如说这个题 如果要我们把它写成 9进制的数的话 我们来跟同学们 再来示范一次 把1750 这是10进制的数 如果要把它写成 一个9进制的数的话 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步 它可以写成9乘以 算一算 那么1750除以9 这是上1 然后这是9 这余数是85 伤9 这是81 40 这是伤4 36 4 所以是得到的是 9乘194 加上一个4 而194继续写成9的 9的 这个余数和乘数的相乘的形式 得到9倍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9乘以194 我们再来做出法 194除以9 18 14 上1 所以是9 5 所以就是21 再加上一个5 我们再加4 大家再看 这个21 仍然可以写成9的倍数啊 所以它等于9乘以 这是9乘以 9乘以2 加上3 再加5 再加4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 它就得到的是 2乘以9的三次方 加上3乘以9的平方 再加上5乘以9 加上4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写成9进制的数 就是2 3 5 4 9进制的 这里呢 我们教给同学们 如何将一个10进制的数 改写成其他进制的这样一些数 那么对于我们这三种算法 是数学当中非常常见的三种算法 而且编程程序之后 是非常实用的三种算法 希望同学们下去之后呢 很好的把握 今天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